朱小珍父母首发声 林生斌增加暴有女人 婚姻破裂早有征兆 朱小珍爸爸 林生斌有女人 家暴 到现在我也不同意他当女婿 朱小珍父母再报细节 林生斌早有家暴有女人 女儿死后他想独吞家产 林生斌 一个神奇的男人 他似乎有一种超能力 感情收放自如让人吃惊 一边用人设卖货 一边再婚生孩子 这个老婆孩子在天堂的男人 蒙天过海地 迅速完成财富的累计 从6月30日公布在婚生女后 林生斌的人设就开始崩塌了 他终于又回来了 这句官宣的话语 更是无比的让人心寒与故事 关于林生斌与朱小珍 以及现任小月之间的恩怨情仇 众说纷纭 闹得沸沸扬扬 林生斌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 朱小珍父母接受媒体采访生 女儿生前亲口告诉我 林生斌外面有人 据朱小珍父亲朱恒仁说的 就是2017年 他小珍被人害死的前一个月 按朱恒仁的说法 朱小珍生前告诉他 林生斌将家里多达数百万的钱 分头借给林家的兄弟姐妹 却没法要回来 女儿和女婿亲戚间的借款这些 朱恒仁之前有所耳闻 而女儿对女婿林生斌的 有女人控诉 朱恒仁也是第一次听说 他大感诧异 震惊之余还好声安慰了朱小珍一番 徐梅之则披露 纵火案发生的前一年 他有一次发现女儿朱小珍头上有个大包 追问之下 女儿说是林生斌打的 我想摸那个包 他不让我摸 林生斌背叛婚姻 外面有其他女人 这些年来 林生斌可谓是伪装的无人能敌 他收放自如的爱 以及欺世道明的虚伪 让我们看到人性最刺骨的恶 婚后 朱小珍把这三万元又要回去了 陆续生了三个孩子 朱家父母也就渐渐安心 淳朴的老人总以为 生了孩子婚姻就稳定了 对于此次采访 两位老人主要路透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在朱小珍出事之前 他曾对父母表示过 和林生斌的夫妻关系存在问题 一方面 是因为林生斌经常把家里的钱 拿出去借给林家人 一借就是几百万 而且 自从林生斌跟朱小珍结婚后 学会了做生意 他也带着林家人出来做生意 都多少赚了些钱 朱小珍的意思是 希望林生斌能够借出去的钱要回来 可是林生斌每次都很生气 而朱小珍在无意和父母抱怨时 父母还发现 朱小珍头顶有个包 是林生斌打的 此外 两位老人还说 朱小珍也曾透露过 林生斌被怕了家庭 在外面有人了 第二件事 两位老人希望林生斌 能够具体算一算 朱小珍生后留下的财产 他们不想争林生斌自己赚的钱 但是 他们认为 女儿的财产 他们有权利分得一小部分 两位老人表示 在女儿去世后没几天 林家人看到他们两位老人时 便故意拿话戳他们的心 说他们是来争猪小珍的财产 那时候 老人根本没有想过女儿财产的事 是后面 这个案件在网上铺天盖地地传开了 闹得很大了 他们虽然是农村人 年纪也大了 不会上网 但是 多多少少也能知道一些 对于女婿利用女儿和外孙赚钱的事 他们都表示可以理解 那是他自己的事 杭州的林生斌 在妻子和孩子遇难后 一直扮演着痴情好男人的角色 这几年 他依靠着痴情男人的角色圈奋无数 也赚得盆满钵满 但随着他宣布再婚消息后 很多网友都猜测 林生斌婚内有女人 甚至和那场纵化案有关 朱小珍母亲说 女儿出世之后 她想要回女儿之前用的那个手机 可是林生斌却说找不到了 这在后来 林生斌发的五条微博中 也提到过这个细节 我并不是要新手机 我是要那个旧手机 想看看女儿手机里的东西 出世之后 抬出来头发都是完好的 怎么可能手机会坏呢 林生斌的微博上面 那么多走心的纪念 其中一条微博上这样写着 等忙完这一生 我来看你们 看着这样的小作文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魔幻和精彩 当然 更魔幻和精彩的 还在于财产上面的瓜葛 这方面已经被网友们巴准 林生斌自己还一直在说 照顾梁老 给梁老钱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有记者就前岳父岳母 所称的林生斌婚前 有女人家暴的事情 联系林生斌 但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 照此来看 林生斌有女人家暴的事情 应该是事实 宋祖德这一消息曝光后 评论区留下两千多条留言 直指林生斌等人恶有恶报 大家都为朱小珍母子五人打抱不平 如果杭州纵火案真如宋祖德所言 那林生斌等人真是丧尽天良 不仅仅是彼此适合的条件 不代表有钱就可以做什么 没钱就可以做什么 不是这样的 门到门的关系 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不会太大 经济上没有太大区别 一方月收入五至六万 一方年收入两万多 这个差距太大了 两人的消费观不一致 他甚至没有想过你的生活 你应该如何闯入 心理上 自信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 在任也很难做好 自信的培养从小开始 自卑的培养也从小开始 穷男孩和妇女孩能结合吗 你能过得好吗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要看缘分与运气 但是一个婚姻 要到靠缘分与运气的话 那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当初火灾发生时 第一个进入火灾现场的保安 是杨彦君 他和任真真之间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任真真有两个姐姐 他们分别是大姐任平平 二姐任千千 而保安杨彦君被爆料 是任平平的丈夫 两个人还在杭州保姆纵火案 发生之后注册了一家公司 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 又有新进展 7月30日 有媒体独家对话了朱小珍父母 为网友揭开 林生斌和朱小珍生前夫妻关系的真相 目前 朱小珍父母正在乡下老家 谈到已离世的女儿 朱父时常黯然伤神 他说 人家一辈子在农村 放牛放马 活得好 你出去了 命都没了 从这句话中 能看出 老两口对女儿朱小珍的离世 从未释然过 林生斌的事情 已经被网友谈论了半个月 网络整体的倾向 也已经了然 就是还有幕后主使没有服法 无论是不是林生斌 希望能重审 能再调查一下 关于这个请求 其实很多网友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只是大家都不是当事人 都是凭借着之前遗留下来的视频 加上自己的推测 还有爆料人放出来的消息 坚持着不退缩 一直顶林生斌 有关于这件事 除了朱舅舅当初的发声之外 就没有了 现在有媒体采访了朱小珍的父母 得到了林生斌岳父母口中的消息 这些消息听到之后 又一次让人愤恨不已 原来林生斌在灾难发生之前 就已经是个渣男了 而且小珍的父母也知道这些事 此次朱小珍父母 首次接受采访发声 透露了太多关键性的新消息 比如还提到赔偿款1亿多的事 对此他们予以否认 还讲到林生斌 曾在朱小珍生前 卖掉过他们的一套房子 卖掉房子的钱 林生斌借给妹夫160万 借给哥哥100万 借给老家一些人 也有几百万 朱小珍为此也很是生气 还有林生斌方面 拒不协助解决朱小珍的 财产分割问题 曾让朱小珍父母找律师出面 对此朱小珍母亲 当时忍着泪水说道 林生斌 你不要侮辱我 而且今年6月份 没有谈论后 林生斌便再也没有 联系过朱小珍父母 随后 可能林生斌生怕 朱家人曝光其 在婚生女的事情 对其不利 便于6月30日 选择主动曝光自己的 新一段感情 林生斌 无论说出什么 大家已经不会相信了 就像宋祖德说的 一个人的过错 总有人会去找寻处 他是否参与了纵火案 相信很快就被官方给查处 林生斌也好 小乐也好 所做的一件件事情 都会被人给扒拉住 他对我们女儿并不好 徐梅之总结说 女儿去世后 他向林生斌 索要朱小珍的手机 希望从中看到 夫妻俩人的一些生活细节 反复索要了几次 林生斌推说找不到 最后重新给岳母 买了一个新手机 徐梅之透露 女儿去世后 女婿还专门请了 台湾的风水师做反 在富阳永安山尼姑安 修建了一口井 林生斌特地邀请 朱衡人老两口 去半山腰现场查看过 对林生斌捐警 有什么特别用意和讲究 朱家人也说不上来 如今 井已经拆了 保姆纵火案 疑点太多 人们都在期待重审 林生斌得益于炒作 最后也吃亏在炒作上 他自己不站出来解释一下 民众就有权猜测 即便是猜错了 也怪不得谁